我们像我们视频播出去之后有很多网友 他学语言是他过来的需要的像你说的一个技能 其实更关心的就是来老挝这边 有哪些东西可以发展嘛 一些行业 我想先问您一个问题就是 你们这边刚来学老挝语的这些学生 过来做什么事情的人最多的 您接触的 我们现在接触的 其实来我们这边学习的学生 各行各业都有 然后呢 没法说出来说哪个行业最多 它是一年一年不一样 比如说你在2012年 12年我们开始办 然后呢12年过来的很多是在这边 就是做生意的各种各样的 然后1314年呢 那段时间是什么老挝的叶纳石特别火 然后老挝的木材特别火 所有人都在老挝做石头 做木材 这是最多的 然后呢到15年16年 做手机的 做手机的特别特别多 就我们现在的同行 特别特别多 对 做手机都来了 对 然后他每一年就是其实说是 来的人是不一样的啊 所以这个东西不好说 像现在可能有很多是来找老婆的 还有呢就是来这边做车的 做汽车的 做汽车行业 对对对 就是各行各业其实都有啊 还有做矿的 现在也有很多 他们也也会安排人过来这个学这个老鱼是吗 那都要来学 都要来学 对对对 那对于对于这些人 比如说他做手机啊 包括他做矿呀 像你说包括来做做老婆这样 不是做老婆 找老婆 取老婆的 stay 找小朋友的 这些人既然在这个课程上面会给他们 专门去设置一些固定的场景吗 比如说找老婆用到呢 跟陌生人搭讪啊交流啊 会刻意去给他们設置一些这些吗 这个我们不会刻意的设计 但是呢我们讲单词的时候可能会偏向于 就是比如说你你知道本身是个行业的 我可能在讲单词的时候会中间讲一讲 嗯 但是不会偏向于因为一个班 比如说我们一个班大概在15到20个人 那我没法去做这样的事情 因为我们的上证时间也有限 那么直接坐后面拼就好了 好 我们就听一听老一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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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大家在写的时候呢 这一个 这两 这三个啊 看到没有 它们跟区别 这个是不出头的啊 这个是不出头的 而这两个的两个尾巴要稍微长一点 所以大家写的时候 我看大家写啊 这两个都不出头 不要跟着上面的写啊 跟着黑板上的写 其实这两个 这两个发音方式很像很像 它们是区别很小 你就不区分了啊 所以这两个都念头 这两个就都念头 就是您觉得现在如果是我们刚来老挝的 这些新来的朋友们 您觉得哪些行业呢 还是比较值得大家去尝试的 尽量不要做那种 如果你没有大资本啊 就尽量不要做那种需要大资本行业投入的 或者说这个行业有很强规模效应的 你千万不要去做 因为有很强规模效应的行业 基本上已经被别人把控完了 别人做的很大了 比如说就是就像你刚才说的香包吧 你可能你原来 你可能拿个二三十万 国内几年货在这边租个店就可以做了 对 而现在呢 你做起来就很痛苦 可能别人是拿了两三百万 从厂家直接拿货 甚至定制款型发过来 然后跟你竞争 你怎么跟别人竞争 然后别人客户群体也都有 批发商各种各样都有 渠道都有 所以你就不好做了 尽量做那些呢 没有规模效应的 比如说你去你做农业 做农业你去承包个十亩地二十亩地 你自己做啥做出来 然后再销售出来 这个呢就可以去做 像您学院当中有没有做农业的 有了解过这种朋友 也有也有 因为最近这两年老物的农业 好像比以前更加火爆了 就是过来投资的人啊 做农业的还真蛮多的 我接触的都很多 其实做农业 一二年就有一个学生叫我 去跟他去做农业 他说你不要搞学校 跟我去做农业 但是我认识不到 我觉得我干嘛 我做学校好 我去跟你做农业 其实如果说真正做农业呢 它也是一个可以 无限扩大的一个行业 就是你租十亩地可以做 然后做大了你就可以扩到一百亩 可以做到两百亩一千亩都可以 是是 对那 那做农业呢 其实是比较 在老窝算是比较稳定的 因为他租地的成本比较便宜 然后呢人工比较便宜 你你但凡你懂点农业技术 你不要啥不懂 啥不懂去做的话 也很痛苦的 是那懂点农业技术 然后呢去做 那这样子呢是可以做的好 啊因为老窝他其实很多的农产品 反而是缺的 他是个农业国家 但是他很多比如说他的蔬菜 很多中国进口的 对对对 有的人在这边靠做韭菜 发家了 有的人呢就做辣椒啊 做番茄 对他就做这些东西就可以了 就是你不要做这种大规模投资的 或者有规模效应的 比如说你做个小饭店 你赚不到大钱 但是饿不死 而且绝对能够让你在老窝生活的还可以 你这个饭店他也没规模效应 比如你饭店也一样 你开个饭店你也都很好 因为老窝他这个租金不太贵 人工也不太贵 你只要自己懂点技术雇两个人 那自己就可以慢慢的做起来 你说到这个租金像您这一栋楼租金多少钱 我们这栋十几万人民币 十几万 我看应该有上下是三层 我们三层 然后呢前面是可以停车 前面停摩托车 侧面停摩托车 后面还有个院子专门停大车的 就跟我刚才走错了 后面那个大院子也是您的 后面那个院子是我们停车的 那很多 我们这边就是非常多的 第一个是非常多公司 他们要找我们提供翻译 我们其实推荐不出来 推荐不出来呢 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疫情啊 疫情使得去中国留学的那帮人啊 他中间断层了 那相当于从2022年或者23年开始恢复 恢复了你去中国留学 所以你们得至少三年大专 或者四年本科 你要三四年以后 那这个人才会回流回来 才会足够的多 所以呢 现在这个这是第一个原因吧 第二个原因还有这些老国人去国外打工的 去泰国去韩国去日本去越南去中国 去各个国家的人 他就导致老国本地的这个人变少了 然后还有很多呢 他学个中文 比如他会中文能做翻译的人 我们碰到很多的 我说你为啥不去做翻译 简简简简单单 他在美工河边卖衣服 卖手机壳 卖中国的什么臭豆腐 他就做这种 他觉得我干嘛去上班呢 上班好累啊 然后什么都被人管 他喜欢自由嘛 我自己我就卖个臭豆腐 我也够了 而且比上班还赚 那他就不愿意去上班 是各种各样原因导致老国 现在其实翻译这块是挺仇人的 是的 大家都想招 但是比较难招 很很紧缺哦 各行各业都很紧缺 您之前在国内在大学队上学的时候 后面选了老挝语 您在老挝 现在等于是从您说08年第一次来嘛 到现在也十多年了 您感觉老挝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 因为我们这个只能是相对的 他不是绝对的 您感觉老挝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 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首先老挝跟中国在政治上面 应该说是 应该说是周边国家当中最稳 就是咱们两个国家层面的交往上来说 政治足够稳定 他对咱们两个国家的关系非常和谐 那你可能在其他国家 你要担心的一些问题 在老挝就不用担心啊 然后第三个呢 咱们这个中老铁路开通 开通以后呢 你中国来老挝老挝去中国 这种沟通交流足够方便 然后未来这两个国家的经贸往来 会更加的强 本身现在咱们中国就是老挝的第一大外资投资国 也是这个第二大的这个贸易伙伴 第一大是泰国 第二大就是老挝 就是中国 中国的老挝是贸易合作伙伴 所以呢这个未来的这个前景啊 实际是非常广啊